风神没来台湾,却让东北角掀起海浪与暴雨。 远处台风引爆季风共振,这一波真的强。 在南海活跃的台风风神正与冷空气形成共振通道, 导致台湾东北角与花东地区出现罕见的风雨共振效应。 风神未靠近台湾,但外围气流拉动东北季风,形成强风区与暴雨带。 宜兰、花莲山区雨量集中,局部地区累积雨量超过200毫米, 北海岸阵风打9级以上。 风神的低压吸引了寂风气流,与台湾北部冷空气交汇后,触发强对流带。 这是典型的寂风叠加台风效应。 远台风,却能放大区域降雨与风力。 菲律宾发生严重洪水与山体滑坡,至少7至8人死亡, 香港发布3号风球,越南沿海启动预防撤离, 中国华南海域风浪超过6米。 风神,不只是台风,更是整个寂风系统的引爆点。 多国同步发布警报,显示这场寂风共振台风,影响远超想象。 接下来48小时,台湾东半部仍有强风豪雨风险, 山区虚防摊坊雨落实,沿海地区注意风暴潮雨巨浪。 请避免前往海边关浪,山区民众警防土石流。 随时关注中央气象署的最新警报更新。 Stay safe,保持警觉。 订阅频道,获取第一手台风,地震与极端天气追踪。 注定份预防疫情绪。 同步行程中处理,小时,刘洪奇,